喊点不同人的干饭速度 第一个是半仙哥哥 半仙哥哥真是太瘦了 看着太让人心疼了 平时干饭肯定没那么积极 不过胖瘦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只要我们的身体健康就行了 小伙伴们你们说对不对 第二个是墨渊哥哥 墨渊哥哥身高一米八 身上还有八块腹肌 让人太有安全感了 平时肯定是干饭小能手 不过墨渊哥哥吃的肯定是 风鸡的食物 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墨渊哥哥吗 第三个是一涵姐姐 一涵姐姐不用猜 毕竟是女孩子 肯定是细嚼慢咽 女生嘛为了漂亮 一般都吃得很少 不过小伙伴们你们在长身体 饭一定要吃饱 最后一个就是我自己啦 这还用多说当然是干饭亡了 一天吃五顿饭 吃完饭还要来一杯奶茶 喝完奶茶还要来点零食 半夜饿了还要来个夜宵 别提有多爽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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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 什么 什么 谢谢大家